探电货币多真假赌神说 拉斯维加斯 俩人没花钱 诶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这句话肯定听过吧 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 这是一句美国华语在赌场王21点时创造的口屁 而更多人不知道的是 现在大名鼎鼎的量化投资 其诞生就和21点脱不开关系 赌王何鸿燊曾经说过 赌徒是赢不了赌场的 因为他们庄稼要抽水嘛 所以哪怕四十把都不输不赢 但赌徒的钱已经被赌场给掏空了 然而数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这还要从几个美国大兵的赌局开始说起 1953年美国阿博丁实验场 几个美国大兵在玩21点 有个老鸟说 这个游戏简单的很 一副扑克牌去掉大小王 10点比K全部算10点 10以下的比方说9就是9点 4就是4点 但A4既可以算1点 也可以算11点 开局每人两张牌 玩家两张名牌庄家一名一案 然后开始交牌 庄家点数如果到了17 那就不能再叫 玩家点数只要大于庄家 那就算赢 但双方都不能超过21点 接下来这个大兔 又开始传授自己的十套经验了 他说如果牌面小于16点 那我们就接着交牌 大于等于17点 那就别叫了 这样营练大 下面的内容要开始烧脑了 但我相信大家伙肯定能听得明白 假设您今天光临了小猪Neo Casino 现在你手上的牌是一张A4和一张小2 那也就说是3或者13点对吧 核官手里是一张名牌9和一张看不到的暗牌 他说我已经到17点了 现在就要给你再现发牌 于是你拿到了一张小2和一张3 那咱们现在的牌面就成了8或18点了 其实就算不照大头兵的策略 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会喊停了对吧 但是有人不同意 他就是潜伏在堵桌边上的数学家 二等兵 罗杰·鲍德温 他听完战友的策略后 就从计算机开始算各种牌面下玩家的胜率 以及要怎么出牌才能获得最大的优势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 克服本能继续交牌 然后你单走一张6 这下吃瓜群众可乐了24点爆了 那现在A4就只能算作1点 总数就成14点了 但咱们别慌继续要牌 最后牌面就成了A4小2小2 36A46正好21点 这下心态崩了的就是嘲笑你的那些人了 这把赌局其实真实发生在1958年 操刀者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美版高进爱德华索普 不过虽然这把赢得很精彩 但是索普发现如果用鲍德温策略去玩21点 实际上还是在花钱买套 无非是输得比别人慢一点而已 咱们来看老报的说法 21点的庄家其实优势很低 只比我们大0.62%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每把都只压1块钱的话 1000把后还能剩下994块 但玩老虎机的话 那只能剩下800块了 所以说21点是赌场里面 最最最最最公平的游戏了 索普一听立马就揣上策略卡 和10块大洋沙江过去 结果很快就只剩下1块5了 现实和理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和大多数的赌徒不一样 索普其实是个数学家 他发现老报的策略基础 是假设每局都会开一副新牌 但实际上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 这局如果我们打掉了10张牌 那下一局开局就只剩下42张了 所以每张牌之后会出现的概率是动态的 那也就是说敌我态势并不固定 诶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朋友想了 我是不是只要在自己赢面大的时候多下注 赢面小的时候少下注 就可以耗赌场羊毛了呢 嗨 哪有那么简单 老报当时只算了500多种游牌情况 所以你带张策略卡进赌场还说得过去 但按照索普这种算法 至少要算3300多万种 是老报的6万倍 让老报去算得算4亿年 光策略表就能装8公里的火车皮 这没法实操啊 于是索普就想 既然10d比k的波动对玩家更有利 那为什么不量化他们对牌局的影响呢 所以他就把牌局上面出现过的 A4到9即做加4 10到老K即做减9 玩牌的时候就在心里加加减减 数字越大玩家胜率就越高 在配合管理好每次下注的金额 这样理论上就能干翻赌场 而这就是算实法 1961年初 索普把研究成果21点的有利策略 A Favourable Strategy for 21 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拉斯维加斯人一听就乐了 光说不练假把式 你有本事来试试 索普说 那就让你们试试 1961年4月 索普和金主爸爸揣上一万大刀了 再次杀了过去 你当年让我亏了8块5 今天我叫你们加倍奉还 算实法听着简单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难度堪比上 金木颜算1000-7 然而一旦熟练之后 基本上是坐下就赢 刚到赌场没几分钟 索普就赢下了两三百刀 接着两个小时又赢下了赌场650刀 短短两个晚上就变成了探店厚比多 真假赌神说 拉斯维加斯 俩人赌场倒贴1200刀 赌场一看懵了 还以为索普会计牌会出老千 一副牌愣是洗了两分钟 但在量化面前 这都不顶用 第三个晚上 索普收益直接翻了20倍 赢了24000刀 放今天怎么也得是24万美金了呀 只见筹码盘被洗劫一空 核关瘫倒在地喊着救命 曾经赢了索普8块5的维加斯 被他干翻在地 被烦2000倍 爱德华索普终于获得了 美版高进的桂冠 而他当时还不到29岁 但赌神并不满足 他其实不喜欢赌博 只是单纯想在赌城上演征服 于是又把目光盯上了俄罗斯圆盘 为此还开发出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套 可穿戴式电子设备 然后塞进了鞋子里 想不到吧 智能手表的祖宗 居然长这个样子 听到这里 有的小伙伴就好奇了 这和咱们今天要讲的 量化投资有什么关系吗 别急啊 咱们先来看这时候 索普手上有哪些对称宝具啊 一 先进的电子设备 GIT 二 有效的投资策略和数学模型 GIT 那么 一种可以克服人性的贪婪 恐惧侥幸不被情感所左右的 新型投资方式 量化投资 开始渐渐出入端倪 市场即将迎来对他的会心一击 而现在只差一个奇迹 来自西西里的地狱 就咱们想啊 拉斯维加斯赌场背后那些都是什么人啊 那都是黑手党啊 西西里的传统艺能 可不就是网人脑袋里面射颗子弹进去旋转跳跃 让他闭上了眼吗 哪儿还由着你来唱征服 所以有天索普再次光临兔女郎递给他一杯饮料 刚喝下去没多久 索普就感到晕头转向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下药了 还有一次 他和自己媳妇从赌场里面出来准备开车回家 结果刹车突然失灵 索普一下子就开窍了 如果真把赌场当提款机 自己早晚都要寄 于是他就开始行刺 有没有安全一点的赌场呢 有 华尔街 篇幅原因 再加上后面的内容还是会比较烧脑 咱们今天就休息休息 点个赞 关个住 下期咱们聊一聊量化投资的辉煌与衰落